不过我说先说 整个美国选举的结构 其实有个所谓的其中魔咒 或者说其中考魔咒 就是说通常在其中考的时候 其中选举的时候 对于跟总统同党的败选的多 换言之现在是民主党拜登 换言之共和党赢的 因为现在有36个州 都在举行其中选举 那我们现在是指维吉尼亚 维吉尼亚当然是一个指标 因为过去都是过去十多年 都是民主党优势 结果这一次竟然是共和党 这个杨金啊 中文发言杨金 他才54岁 而且他没有从政过 所以这一次可以打败这个老将 也就是之前的这个州长 麦卡尔利夫 有点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但是结构上来看 其实对拜登是 或者说对民主党是有点不利 因为拜登他自己的民调 大家也知道最近的民调偏低 直直落 只有四成多 那这个维京呢 他很聪明 杨金 杨金对 杨金他很聪明 他跟呢这个川普 对 他就是保持有点黏 又不会太黏 他吸收了一些川粉的选票 但是呢 对于讨厌川粉的 没有加足他在身上 为什么呢 他也适当的保持距离 所以在选举策略奏效 又有加上这其中考魔咒 等等因素 那拜登因为执政上来 对他不满 刚刚讲民调也不高 所以整体因素 就要来让他可以显胜 我觉得这个恐怕会不会是一个骨骸效应 说不定麦考利夫对他来讲 他这个老将呢 也是非战之罪了 都是因为拜登的关系 没错 这可能不是他的关系 因为事实上他是老将 他也没有 麦考利夫他才64岁 其实也不算很老 但是呢 这一次的确是有非战之罪 或者说整个结构 环境的因素 让他败选 不过后面还有一些桌 我们可以观察啦 现在因为看起来 有些桌都很这个拉锯战 很拉锯 对 所以这个随时都会有最新的战况进来 真的很拉锯 我要请教一下亮哥 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进行之前 还在盯着新加坡 这个新加坡现在战况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激烈 现在开了90% 90%了 好结果现在怎么样 他现任是民主党的 州长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传统 就是州长从来没有连任 那目前挑战者当然是共和党 那目前两个人都拿了117万票 只差1200票 你看 好拉锯 49.6 49.5 大概是这样 非常恐怖 真的很夸张 这个选择是 而且已经开9成了 9成了 所以如果一直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的话 我觉得真的 我都不知道 市长你看弗吉尼亚市长也只差了2%嘛 对 对不对 只差了2%嘛 对不对 2.2 非常接近 目前看起来共和党的运好好一点 所以啊 才会说拜登难道是真的露出败相吗 结果因此你看 他有一个败字嘛 那种种他怎么赢的啊 反正都是中文的翻译嘛 那个拜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是是是 所以赖老师 所以你看啊 现在哦 不要说是这个选举 真的 我说这样的笑脸啊 实在会变得越来越丑容满面之外 紧皱眉头之外 拜登真的啊 你看这个其中选举这样怎么弄啊 他自己现在压力一定很大 然后再者 对于整个美国 美国不是一直都在强调民主自由的国家 但赖老师 现在竟然有一个这样的民调 他还是跨国民调 我要怎么讲啊 美国不再是真正所谓的民主国家了吗 那我要说难道这个结果是国际认证吗 因为多数认为美国不再是民主的好典范 美国自己都这样看耶 超过七成耶 72% 台湾被调查 结果呢 63% 也不认为美国是民主好典范了 然后另外你看 还有好多好多这些国家 中位数的57% 也是超过半数啊 如果你看到这个民调结果的话 你真的就会说 那拜登如果在台上还在讲 我们美国很自由 我们美国很民主 这个民调要不要来看一下 这个民调做的很普遍而且很深 那他主要的就是希望说能够了解全世界各国 特别是美国的主要的盟国对美国的看法 再强调 是美国的主要的盟国对于美国的一个看法 结果呢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国家 认为美国的经济还可以 科技力当然是 还在全世界算是排名前面的 然后军事的能力也是排名前面 可是其他的都不行了 而且认为他们在公共卫生方面表现得非常的差 医院的设施医疗的问题表现得很差 更严重的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民主制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来看的话 台湾对美国的是观感最好 就是台湾人觉得美国人还是很胖胖 除了台湾人排名大概是前几名 那其他的美国的忠实的盟友 尤其是欧洲认为美国很糟 大部分的欧洲的国家都认为美国很糟 那么在民主这个部分里面 那么美国的几乎所有的盟友 都认为美国不合格 几乎 然后韩美国人自己也觉得 他们的政治他们的民主政治很差 那台湾还是比较好 台湾人对美国人特别好 那当然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台湾人就对美国人特别爱 爱到那个对美国很包容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欧洲人他们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好的民主典范 而且美国的这套民主制度真的是很有问题 那如果再这样走下去的话 其实美国硬把他的民主制度往外推 他等于是把全世界搞乱 因为他的那套民主制度 已经在美国实验的结果 已经是没有成功嘛 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 成功也不过就是过去50年的事 然后现在的这十几二十年来 美国的民主是很失败的 因为一直悬不出 整个乱的一塌无头 社会撕裂的一塌无头 然后整个国家没有竞争力 然后整个国家越来越堕落 而且越来越搞民粹 最主要是搞民粹 然后搞愚民政治 民粹愚民弱智 这个现在变成是美国民主的 另外一个代名词了不起 那我们台美还有共同奉行 民主的价值 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主水平 跟美国差不多 对不对 一直强调这一点 民主价值可以弱势为 很多种不同的制度 然后制度 制度能不能实现那个价值 你看美国 美国就是这个1月6号 那个国会冲突 把他的整个正当性都打掉了 而且支持川普的人到现在还有35% 不承认拜登是总统 你知道吗 拜登已经干多久 那川普那么多支持者还是心里不爽 然后你看他国会的两极化的程度 坦白讲已经很难讨论事情了 然后当然也包括方方面面的治理能力 比如说你看拜登这次又回去那个COP26 又一副想要当气候变迁的主导人 这倒是 人家刚记得吗 去年你川普还退出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国家在干嘛呢 拜登现在就讲说那个不是他啊 他就是说那都是川普的错啊 那你这个国家为什么 气候变迁是多大的议题啊 对啊 你这个国家为什么没有一个共识 然后跨过政党的 这个议题很少国家像美国这样啊 而且你又想主导 结果只要共和党一上来就退出 事实上以前京都协议也是被美国搞掉的 后来才有巴黎协议 对 对不对 然后你川普加入又退出 那你是要干嘛呢 这个已经是 坦白讲比气候变迁更大的议题很少 的确啦 对 而且不是说所谓真的只有这个所谓民主这个问题啊 就是赖老师刚刚已经有补充讲到了嘛 医疗啊 各方面都 那个也是啊健保也是 有很多华人很多台湾人 都有比较过的啦 是的 因为我们都有 对不对 都有共同这样的经验啦 所以看在眼里觉得哇很夸张 在欧巴马改革之前有4000万人没有健保 对 是 然后你说像这个上次我们也在节目 好像上个礼拜吧 还讲到就是拜登坏 这个拜登政府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移民的问题 在边境 天呐 小孩子就要被这样子送走 送到寄养家庭 诸如此类的 就是你能够处理成这样 大家也觉得 那你还要一直强调的人权啊 人权 真的要加把劲啊 否则的话 怎么弄啊 这个民调会一直掉 这个绝对 不是 这个民主党人或者是拜登他所乐见的 好 那但是话说回来 先来看看拜登呢 他还蛮有把握的 他说了什么 我不预料美中会有武装冲突的必要 唯一比意想到的冲突更糟的是没有意想到的冲突 不久可以跟习近平在线上谈话了 希望确保双方没有误解 有竞争但不是冲突 就中美之间是有竞争但不是冲突 你看拜登好像很有信心 没有拜登的意思就是说他怕的是什么 擦枪走火啦 那竞争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他们的关系绝对不会是合作嘛 那所以说他们在冲突跟这个所谓的竞争之中 当然要取得一个平衡或者说交替使用 那换言之就是说拜登当然把中国大陆定位为高度竞争的对象 可是呢在很多的国际的议题刚才我们讲到气候变迁 这个环保议题等等 他也没有办法说排整排除中国大陆之外 所以他也必须要留下合作的空间 换言之就是说在美中的关系 未来还是会持续这样的走下去 可是怕就怕什么 尤其包含台海的议题 你怕说这个万一双方要是有误解 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擦枪走火的状况 会不会从一个小小的星星之火 变成一个燎原的状态 光是就最近的这个选举来看这个结果 真的是只能让他是伤脑筋 维吉尼亚州你看是共和党一个新手就爆冷翻盘 胜选了在纽泽西州 民主党呢则是什么险胜 有的媒体还把它形容是惨胜 赢得也辛苦 那么但是呢你看光是在纽泽西 一个卡车司机这位德尔先生 他的共和党籍的只花153美元 居然能够选赢一位民主党的老鸟议长 这位议长叫史威尼 真的是让人跌破眼镜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他甚至都还预估了 说明年的期中选举啊 共和党渴望翻转60席 现在民主党也没领先共和党多少席次 那如果真的一下子翻转到60席的话 那不就变成是只有比三分之一 多一点点了吗 民主党那这下子不就是更辛苦了 而拜登不就提前跛脚了吗 真的会这样吗 韩冰 其实可以从这最近这些选举 可以感觉得出来 拜登真的还蛮危险的 大家对拜登的愤怒 包括阿富汗这个整个失败的收尾的影响 还有他最近一些经济啊 政治上的作为 我觉得应该是蛮愤怒的 因为像维吉尼亚州啊 这个地方 他直接被人家翻盘了 那当然啦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现在当选的这个人 他当初跟川普是走的比较远的 他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所以他川普的色彩没有那么深 那过去川普的一些行为 就不会让人民对他有刻板印象 那再加上民主党现在跟 真的大家对他很反感 所以呢他他就抱着很选上了 所以表示现在大家可能 可能过去讨厌川普那些人还是很讨厌 但是呢 大家现在也被对拜登也觉得很糟糕 所以大概大家相对的去 比较趋近中间的 会比较获得青睐 像这个纽泽西在卡特斯基德尔也是一样 他这位老兄才花4000多块台币就选上 对 这个超神奇的 听说他就是在那个摊子里头 就放那个产单 放一点点也没有放很多 就这一位 就这一位老兄 就是一个卡特斯基 然后呢就买了一点甜甜圈啊 什么东西 整个选举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宣扬理念 然后就是要他的主张就是要 觉得说你这些所有财政开支啊 相关的东西就是要公开透明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诉求 他就说什么要让大家过好日子啦 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诉求 也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理想 然后就赢了 但是就很实际 然后就这样赢了 而且他赢的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他赢的是一个已经当了11年议长的人 这真的非常神奇 第一个以色列和拜登总统 政府关系很不好 这个原因是因为川普太挺以色列了 川普的时候不但支持这个以色列 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首都设为耶路撒冷 然后也承认以色列的所有的作为 那是川普的时候 可是拜登一上任以后啊 他的政策完全改了 他回到两国方案 然后呢 对于川普的时候这种过度 过于偏向以色列这边啊 事实上他做了很大的调整 所以这个对现在的以色列这个这个总理啊 以色列总理比奈特亚国还要再右 他是非常非常激进的 年纪更轻 所以我想他应该是对拜登政府不满 所以在这次在这个有关这个 维吾尔族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声明里面 联合国大会里面一个声明 以色列一定美国有人 美国的这个外国务院 一定有找人去游说 叫以色列 也一起联署 跟着老大哥一起就对了 但现在他不跟 以色列绝对不跟 然后就表示不满 所以以色列的国家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 外交上非常灵活的 你今天对我不做我立刻报复 我又不满 我立刻让你知道 其实外交就应该这样做 外交没有什么 外交没有什么 你今天敬我一尺 对不对 我让你一丈 你轻我一寸呢 我就轻你两寸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国策 所以今天拜登 这个地方还是用一种 比较小的动作来反应 那知道你美国就是想搞 想搞这个新疆 你很需要大致 我就是不 我就是不连署 所以呢 这个中间交涉的话 我想以色列也会告诉 美国的外交官员 我对你为什么不签 一定会跟美国人讲清楚 那另外一方面 见这个普丁的话 当然也是做给这个 这个拜登看的 那让拜登知道 这个以色列不满 那拜登他必须要了解 在美国的选举里面 这个以色列人的影响力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 所以以前说 什么通俄门通污门 那个我觉得 跟以色列人要不要动员 他在美国的犹太人力量 在美国的选举里面 纵横百合一下 那是不同分量的 美国的以色列 美国的犹太游说 那在美国是 可以左右很多重要选情的 选举的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 只是现在怎么讲 只是稍微伸展一下 他的肌肉而已 还没有跟拜登政府完全决裂 所以我觉得拜登 他如果不小心处理以色列的话 那以色列就是他背后 一个非常非常尖锐的一根剑 随时会刺到他 那像这个瑞士的话 我觉得瑞士也一定有他的考量 瑞士这个国家 因为他常常保持永久中立 然后他事实上 他对于这个整个国际政治的 他在选举 他在选编的时候 他是极为谨慎 那这个对于这个 维吾尔的人权是 因为美国 事实上 所谓的说有100万人 现在在关在集中里 人里 营里面 什么强制节育 这个一般人用尝试 都可以知道 夸张到 根本脱离现实 而且美国人就动一张嘴 到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你有证据吗 美国的天上的卫星 人造卫星这么多 你说在新疆有关 关押100万人的集中营的话 对 你怎么会找不到一点证据呢 事实上今年4月的时候 美联社的记者就有去新疆 看过一次 他说什么都没看到 他说什么都没看到 然后后来其实 大陆外交部也说欢迎啊 欢迎我也没去啊 结果呢 所以什么都没有 所以像瑞士这种国家的话 他到底还是 他是一个非常敏锐 对国际认识非常敏锐 我想他这个地方 选择站在正义跟真理的一面 而不会跟美国人 这样子去或这个 或躺这堂 这个混水 或这个悉尼 所以 这次除了以色列 瑞士以外 我觉得还有几个国家 像这个匈牙利也没有签署 匈牙利也没有签署 还有欧洲好几个国家都没有签署 所以 所以这个美国事实上要动员这些国家 是他的这些小兄弟 在一起来对中国大陆施压 我觉得现在还有43国 他明年再试试看 搞不好33国都没有 我这个要看他 到底是要运到哪个国家 因为事实上中国也在跟伊朗买油 那美军怎么不去拦 他还是看对象 那我们现在对讯息不够周延 所以很难判断 不过基本上可以看到伊朗跟美国现在的状况是很不好的 那虽然他们现在又在说要回到伊朗核协议 可是这个就好比你刚刚在问 那个美国跟俄罗斯关系会不会改善 因为这个都有一个对照点 比如说伊朗 那对美国来讲 更核心的利益是以色列 更核心的利益是沙烏地阿拉伯 那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是怎么去看 你美国要回到伊朗核协议 以色列肯定是绝对反对 对以色列反对 那他甚至还会去 去影响民主党的一些犹太人来反对你 那你拜登目前执政的这个能力 你有办法去hold得住这样的一种反弹的声音吗 因为你目前你众议院就只有多八席左右 220对212嘛 然后参议院是50对50 预算还没过 那跟俄罗斯也是一样 就是你常常会看到一些表象的事件 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就是乌克兰嘛 本来俄罗斯嘛 那矛盾是谁 矛盾就是美国嘛 这个还用说吗 难道俄罗斯的矛盾是中国的西伯利亚边境吗 当然不是嘛 西伯利亚目前 俄罗斯跟中国还在合作 是 翻成各种农场啊各种 反正就是经济合作越来越多 可是乌克兰就是没有解嘛 非常明显 所以你常常可以看到美国的军舰啊 英国的军舰啊 或者是欧洲人在附近演习啊 那这个才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啊 所以你才会看到俄罗斯会不爽嘛 所以就跑到亚洲这边 来跟中国演习 然后来下日本嘛 就这样啊 就你那边搞我 我这边就搞你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美国事实上要跟俄罗斯跟伊朗 这样的国家和解是非常困难的啦 因为他们就卡到了根本性的利益嘛 中东就卡到以色列嘛 那俄罗斯就卡到乌克兰嘛 是 你怎么解 没有办法解啊 所以我是觉得 有一些恐怕只是表面上的 好像说哎呀这个大家目前就不要 要恶化冲突啦 比如说CIA 去访问俄罗斯 我就严重怀疑是在处理害客问题啦 哦是 因为他们也的确对俄罗斯 也提出很多的一些指责嘛 而且俄罗斯确实 已经害到了 他的能源的一些机构啊 甚至美国还传出 他有一些人事答案被人家害走了 好那但最起码他们还可以谈嘛 那现在这个的话 那个谈也不一定会有结果 那个也不一定结果 这个也不一定有结果 然后伊朗现在又被制裁 伊朗自己也希望能够拿掉那制裁 然后如果说跟美国也谈不出个什么 所以然来 那就更加的倾向去靠近中俄了吗 是不是赖老师 伊朗跟中国大陆本来已经 就有签了4000亿美元的25年的合约 已经在推动了 所以对伊朗来讲已经有一定的底气 在处理他的这个能源的 因为伊朗的经济主要还是要靠的是石油 那我判断这艘邮轮 很有可能是往委内瑞拉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 有一艘委内瑞拉的邮轮 也就是到伊朗去买油 然后被美国挟持走了 所以那对伊朗没有损失 可是对委内瑞拉却是一个损失 我个人判断就是这一次 美国应该也是要挟持再度的邮轮 那这一次伊朗就有防守 所以伊朗的卫队就去保护 他的这个邮轮 因为离开以后 责任才算是委内瑞拉 所以刚刚画面上看到那小船 都是伊朗的 对那是伊朗的 还有大船也是伊朗的 因为他有派直升机过去 就围在那旁边 他们本身有很多的画面 有直升机的灯件 灯上邮轮去攻击 那美国当然因为 他们的机箱手都已经准备要少了 那美国后来撤走 这个是美国确实是要抢这个邮轮 因为美国上次也是挟持了 委内瑞拉的邮轮 但是由于这次 现在还是在伊朗的范围内 那责任还在伊朗 但是离开以后 进入国际公海的话 那责任就不在伊朗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邮轮被抢走 被美国人抢走的话 那这个伊朗不用赔款 但是如果是在它的范围内的话 伊朗要负责赔这个钱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推断了 对美国人来讲 他必须要去说服以色列 说原来的伊核协议 事实上是对以色列 是不满意中 但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你今天不要的话 现在的伊朗的核浓缩佑的数量 事实上是越来越危险 这对以色列更不好 我觉得美国要反过来 去说服以色列 跟沙特阿拉伯说 让伊朗成为一个非核武国 对他们是好处的 那但是他们是害怕 说伊朗一旦恢复 它的能源供应了以后 伊朗的经济很快地恢复 那它就有更多的钱 那它的科学家 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东西 那当它的经济 一旦恢复以后 在未来它要再去 发展核武的话 那它就有更大的能力了